继续带大家逛吐鲁番老城 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这是当地一户人家的院子 你好 今天好冷哦 这边呢就是当地的居民区了 这些房子呢 应该都是非常久了 很多年了 这个墙体都是这种土 他们当地人还特别喜欢 把墙刷成蓝色的 因为这种蓝色的墙 我在这边建了好多 铜鲁番的天气啊 如果没有太阳阴天 到处就是那种土黄土黄的 因为真的到处都是土 灰尘特别大 而且你看这身后这些房子 他们都没有防盐 因为这边一年才下十几毫升的雨 蒸发3000多毫升 根本就不需要防盐 你好 在下棋 你好 东东翻了点心民居 这个门一看应该是好多年了 看上面这个雕刻 那些 今天真的好冷啊 没有太阳 而且大降温 这几天都要降温了 而且还要刮大风 我看到天气预报说 最大的风可能十级到十二级 到时候只能躲在屋里 不要出来了 上辅导课 上辅导课呀 你们家在这边吗 上辅导课呀 一个年级啊 是 哇你还打了耳朵啊 对 为什么你要打耳朵 男孩子 因为是我女生啊 你是女孩啊 你为什么要剪一个这种头发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男孩儿 哈哈哈哈 但是不是男孩儿 不是女孩儿 你为什么要剃个小瓶头 嗯 因为是那个什么什么 男孩儿说是爸爸 男孩儿说爸爸剪头发的 因为你爸爸让你剪了 嗯 姐姐也是大头 姐姐呀 嗯 也是这样的吗 嗯 姐姐几岁了 姐姐是10岁 他的哥哥也有 还有哥哥 嗯 哥哥多大了 嗯 13岁 嗯 一共你们家里三个小孩 嗯 你是最小的 不是 五年 六年级的是 一个12岁 你是苏勒 耶 13岁 3岁 哈哈哈哈 我是13岁 也是 我哥哥也是13岁 你几个哥哥 一个 然后有妹妹吗 啥都没有 就一个哥哥 嗯 爸爸用 妈妈用 那你姐姐他们呢 我姐姐在那个学校 还没有回来 对 我们是不是三家辅导课 眼睛好漂亮 啥漂亮 哎 臭得很 你怎么还在画牙 他要是这里的 他学习很差 你的学习 因为是他上课时间 乱动 乱扔垃圾 乱扔垃圾 太逗了 刚刚我以为人家这个妹妹是男孩 因为远出的时候 剪了个短头发 太尴尬了 哈哈哈哈 妹妹长得很漂亮 即便剃了平头之后也掩盖不住高颜值 看什么看 哈哈哈哈 我在看他 他不怕冷 今天好冷啊 穿这么少 一会晚上感冒了 他 他刚才 你来的时候 他 他说 他是你 你妈 他说 然后 然后 我就 哎 你就说什么 我就说 他 他不是我妈 你是老师还是 我是语文老师 我不信 我觉得你在学校肯定很调皮 对不对 对 他 他 他音乐课时候他 太调皮 那个 音乐了是不会打他的 他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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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你的耳朵啊 对 因为是不疼的 小心冬天了 扯耳朵扯得很痛的 天冷的时候 我 你们头发很脏 所以不脏 所以耳朵 我妈妈一样 好的 我去那边转一转 谢谢 多穿一点 转了一圈 我走到这边来了 这边就是学校 有一所高昌区 好像第二小学 如今在新疆 汉语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年纪较大的 人有的汉语不太好 但几岁的小孩子 普通话都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没有人骑自行车呢 这边 自行车 在那边是前面 骑自行车的人是不是很少 对 现成的多 哦 现成 家里有点粗嘛 所以现成都吃的 你们多几年级 我七年级 我们两五年级 哦 今天好冷啊 多穿一点 好 再见 我在拍视频 没有直播 再见 你穿哪里来的 四船 四船是特别多 那个熊猫 对 可以去看一下 你下次去 放学了 放学了 这边好多小朋友 放学了 怎么还不回家呀 你们是不是有点调皮 这几个小孩挺逗的 你们读几年级呀 几年级 一个班的呀 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家呢 玩一会吧 回家有点写作业 回家又要写作业 现在就不用写 在这边玩 对 玩一会回家之后 又有精神写作业了 哈哈哈 他们几个是不是很调皮 啥呀 调皮 不是一般的 尿尿都说了 不是一般的调皮 当时一个只跟我们活蹦 活蹦乱掉 我在老城继续闲逛 这里的巷子处处相通 老市民居大部分都是生土建造 有的墙壁被粉刷成蓝色 粉色 充满了浪漫风情 正当我在忘情拍照时 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 不用了谢谢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社交烦恼 我蜿言谢绝 正在这时 我又偶遇了刚才的小姑娘 她叫丽雅 姐姐 你不再说她哭了 是不是你欺负她 不是 那是怎么了 她自己哭了 我姐姐 她说 她一会说 你超级 你超级喜欢吗 我说 啊 我就说 是的 是的 说 超级 你欺负吗 我就是 是的 我就是名字 哈哈哈 她就是 你可不可以弄她吗 你太哭了 你欺负别人对不对 我没有欺负 你不能男生不能欺负女生 我不欺负她 男生要保护女生知道吗 你个保护杀我的 哈哈哈 杀我的我会保护的 哈哈哈 你们俩现在要去哪里啊 嗯 大叔教你 我已经你走了 就着急了 啊 大叔你要去哪呢 我就在这边转一转 这边老城 哦 要跟我一起去转一转吗 嗯 那走吧 捡了两个小孩子 快走 你不跟我们去啊 她害怕 我们去 学校 我又不是坏人 她怕什么 对 刚才 刚才一个奶奶说 你是一个坏人 说我呀 对 然后我说 不是不是不是 她是不是怕你你们遇到坏人了 对 人家说 我不像坏人 我是好人 说这里的都是好人 人家小妹妹说的 嗯 莉娅决定和我一起去寻找壁画村 一路上给我充当小导游 回语翻译 给我带来了很多同尊愉快乐 我那是那个 六块的村 西瓜十块 香蕉六块 对 现在听这个鲑鱼广播说的是这个 还有别的吗 还有 好多 过来看一看 嗯 那个 这边是我们核酸的地方 哦 做核酸的地方 这个吧 好 这个多少钱 一个三个 两个五分 好吃 冰糖葫芦 我觉得小孩子都喜欢吃 对不对 对 我们妈妈都人 有 那个 那个 有钱的时候 他们都买这个 我就买不起了 我爸爸给我 一块 因为是 因为是一个是几块 我说 我就 买不起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我不吃 我不喜欢吃太甜的 你吃 看 它很容易 这个汤葫芦 很容易 很 这是我们以前的家 哦 这是你们以前的老房子 对 哇 在这个里边 就是里边有很多户人家 对 然后就我们就 搬家了 我就 玩不起 没有人跟你一起玩了 对 那边也没有朋友 因为丽雅的妈妈不在家 爸爸为了方便 把她和姐姐都剔成了光头 导致经常有人分不清 她是男孩还是女孩 给她造成了很多尴尬 你不想剪头发 爸爸非要给你剪 嗯 每个人就 那个 我们的董事胖老师 女生 男生 他觉得 我是男生 然后 他就看我就 就这样子 我就 太吓唬人了 以为你是男孩 体育老师 以为你是男孩 咱们现在就到了这边很多壁画的这个村子 吐鲁番新城西门村 是湖南原江民族团结的一个项目 如今村里见面修缮一心 修建了文化娱乐场所 极大地改善了村戎村贸 被当地人称为湘江三海情 这里满墙的壁画吸引很多人前来拍照打打打 丽雅欢快地跳起了新疆舞 看着她的舞姿犹如精灵一般 跳得太好了 我决定让她担任我的舞蹈老师 教我一起跳舞 丽雅老师 先吃糖葫芦 准备就绪 音乐已经准备好了 老师要教学了 我们在操场上 从傍晚一直跳到天黑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我想这或许就是旅途中最意外的惊喜与收获 自愈人心 抚慰心灵 谢谢大家